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轨迹之神洛基不幸被强大势力抓走 结果竟意外发现了一抽屉无限宝石的 漫威系列科幻爽剧 洛基第一季第一集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说剧 2012年 复仇者联盟首次集结 并在纽约大战上取得了胜利 从洛基手中夺回了宇宙魔方 这可谓是第一代复仇者最光辉的时刻 2023年 复仇者联盟迎来了终局之战 他们必须要来一次惊险刺激的时间旅程 穿越回过去极其六颗无限宝石 其中2012年的纽约就有三颗 钢铁侠托尼和蚁人负责偷走宇宙魔方 结果他们行动失败 阴差阳错的让宇宙魔方落在了洛基手中 由于2012年的洛基还没有洗白 属于反派的存在 此时的他还处于为所欲为的状态 妄想着要征服地球 于是当他拿到宇宙魔方时 想都没想就带着宇宙魔方逃之夭夭了 随后他传送到了蒙古戈壁沙漠 身上的镣铐摔得稀碎 不得不说 这部传送属实有点拉胯 这时 几名好奇的吃瓜群众过来查看 洛基立马站上一块石头 开启装逼模式 摆出了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可下一秒 突然凭空出现了一道时间门 里面走出了四位时间卫士 领头的女人代号为B15 他说 洛基破坏了神圣时间线 因此 他要代表时间管理局逮捕洛基 但洛基却不以为意 表示 我想干啥就干啥 我是神 懂吗 神 注意 这并不是慢镜头 而是洛基被放慢了16倍的速度 随后 B15收走了宇宙魔方作为正物 并给洛基带上了一个项圈 然后命令手下重置时间线 手下将一个装置放在地上 只需要轻轻一按 就可以让这里的时间还原 这种看似很牛批的科技 在时间管理局中 已经被广泛应用了 洛基被B15抓进来后 还想要逃跑 然而 他脖子上的项圈 也是一个可以重置时间的装置 只要B15轻轻一按遥控器 洛基就会回到原位 尽管洛基威胁B15 跟我们神仙作对 不会有好下场 但B15还是毫不客气的 把洛基推进了电梯 电梯里的智能机器人 直接用激光把洛基拖光光 然后强行给他换上了球服 随后 接待员拿出厚厚一叠文件 让洛基签字确认他说过的话 算了 钱就钱吧 紧接着 下一名接待员 又让洛基过一道安检 如果检测到洛基是机器人 就会把洛基融化掉 洛基一听还真有点慌 万一我是机器人 但我自己不知道呢 不过 好在他顺利通过了安检 设备还给他拍了一张 名为现实光环的照片 走出电梯后 守卫让洛基拿一张小票去排队 等待迎接审判 洛基有些不耐烦 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怎么就迎接审判了 你们腾喵的是不是抓错人了 下一秒 洛基的话唤醒了这里的智能AI时间小姐 他向洛基讲解了时间管理局的由来 原来在很久以前 有一场多元宇宙大战 无数道时间线相互纷争 几乎毁灭了时间的一切 直到三位强大的时间守护者出现了 他们将多元宇宙的时间线合并为一条 并将其称为神圣时间线 为了确保神圣时间线的正常流动 时间守护者们一直都在维护着时间万物 但左右人会偏离神圣时间线 创造出新的时间分支 他们被称为时间范 如果不及时将多出来的时间分支处理掉 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关联事件 从而导致另一场多元宇宙大战的发生 于是 时间守护者就创造了时间管理局 以及一批杰出能干的工作者 每当时间范一出现 时间管理局就会介入 轻者会被时间管理局纠正轨迹 重者将被抓走迎接审判 而洛基之所以被抓进来 是因为他使用了宇宙魔方逃跑的举动 创造出了新的时间分支 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线 他应该跟随哥哥索尔回到阿斯加德才对 也就是说 洛基是一个典型的时间犯 必须要接受审判 可洛基还是觉得这简直是胡扯 这时 另一名时间犯因为排队时没有拿小票 结果就是这种下场 不过 时间管理局也不是万能的 时间来到1549年的法国普罗旺斯 这里有几名时间卫士惨遭杀害 并且这已经是近一周来发生的第六起杀人案了 死者全都是时间卫士 而凶手每次杀半人还会把时间重置器一并带走 负责这起案件的莫比乌斯探员根本无从下手 唯一能确定的就是 凶手是一名在逃的时间犯 就在这时 案发现场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女孩 而这个小女孩刚好目击了案发过程 莫比乌斯上前询问小女孩凶手是谁 小女孩指了指窗户上的恶魔图案 随后他拿出了一盒口香糖 这盒口香糖是凶手临走前送给他的 吃了之后可以让牙齿变成蓝色 关键1549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 显然凶手十分猖狂 根本不在乎现场留下的蛛丝马迹 而此时 仪器上显示 这条时间分支已经接近红线 一旦超过红线将无法挽回 尽管没有查出凶手 他们也必须得走了 这时 手下送来一份档案 上面赫然写着洛基已被逮捕 而洛基貌似才是莫比乌斯最关心的 随后 他们将这个时间分支 重置到了发生分支之前便离开了 镜头来到时间管理局的法庭上 审判官问洛基 是否承认自己有罪 洛基笑了 他当然不会承认 而且还把矛头指向了复仇者们 表示 要不是复仇者们的时间旅行 宇宙魔方还能让我牢找 他们随意在时间线上穿梭 你们咋不去抓他们呀 不如给我一支军队 我会地球去把复仇者给灭了 可审判官却说 复仇者们的所作所为 本就是神圣时间线上应该发生的 但洛基的逃跑不是 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对待 洛基提出自己要跟时间守护者当面谈谈 然而审判官却以时间守护者很忙为由 直接拒绝了 洛基一听再也忍不了了 他弃尘丹田准备发动神力 结果却发了个寂寞 原来由于时间管理局不处在时间线上 因此一切神力和魔法在这里都会失效 最终审判官认定洛基罪名成立 并判处他进行重制 至于重制意味着什么 审判官没有说 就在这时 台下的莫比乌斯探员站了出来 他竟然想替洛基求情 审判官十分不解 但莫比乌斯向审判官保证 一切后果都由他自己承担 就这样 洛基非常幸运地逃过一劫 原来莫比乌斯想利用洛基来抓捕时间犯 而洛基跟随莫比乌斯来到走廊时 见到了时间管理局的全貌 这里不光科技发达 如此庞大的建筑更是一眼望不到边 随后 莫比乌斯带着洛基来到了档案室 两人对立而坐 莫比乌斯开始不断地试探洛基 想要进一步地了解他 一会儿用遥控器把洛基传来传去 一会儿又问洛基一些奇怪的问题 如果能回到时间线上 你准备去做什么 洛基果断回答 当然是完成我的未经之业 当上地球的国王并征服九届 最后统领全宇宙 而洛基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 从古至今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就是自由 因此他要成为那个解放全人类的神 这番话莫比乌斯当然不信 他不懈地按下开关 洛基在时间线上的所有录像都显现了出来 首先是2012年的纽约大战 在那场大战中很多人都失去了生命 其中就有菲尔特工 而且还是洛基亲自动的手 大街上也是一片狼藉 可洛基在摧毁生命时却乐在其中 由此可见他根本不是在解放人类 身为诡计之神的洛基 只不过是在给自己寻求乐趣而已 尤其是下面这段 洛基在乘坐飞机时 威胁空姐说自己携带了炸弹 空姐看向了洛基手中的箱子 顿时慌得一劈 而洛基也十分难得的成功装逼 紧接着 莫比乌斯又播放了一段录像 这是一段洛基还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正是《雷神2》中母亲弗利加被杀的画面 时间管理局不光知道洛基的过去 也知道洛基的未来 而母亲的死跟洛基脱不开干系 他一个恶作剧的行为 导致母亲最终被黑暗精灵杀害 洛基不敢相信 认为这一切都是骗局 莫比乌斯之所以给洛基看这些 就是想弄明白洛基的真实想法 他到底是一个诡计多端的骗子 还是单纯的喜欢杀戮 洛基没有回答 看了这些录像的他完全冷静不下来 直到莫比乌斯说到 洛基并非生而为王 因为他只会造成痛苦 折磨和死亡 他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让其他人成就最辉煌的自我 洛基无言以对 仿佛默认了 莫比乌斯伸出手扶他起身 这里暂停一下 注意洛基的左手 明显是伸进了 莫比乌斯的衣服兜里 他偷走了遥控器 这时 B15走进来说出事了 莫比乌斯只好暂时离开 原来 那个再逃的时间犯又杀人了 这次死的依然是时间管理局的成员 然而 当莫比乌斯回到答案室时 洛基已经不见了 他终于见识到了轨迹之神的厉害 此时 洛基正拿着遥控器玩得不易乐乎 随后他找到了专门管理政务的小哥 危险小哥把宇宙魔方交出来 否则就把他像舵鱼一样开场破肚 而小哥这辈子都没离开过办公桌 他虽然不知道什么是鱼 但还是慌的一批 只好打开抽屉 乖乖交出了宇宙魔方 可下一秒 洛基往抽屉里一看 手里的宇宙魔方瞬间就不香了 这些都是货真价值的五线宝石 小哥说 您喜欢这玩意儿 我们这儿还有很多 有些人拿来做战职 洛基一听彻底颠覆了认知 原来 五线宝石在这里是一种非常廉价的东西 并且其中蕴含的力量也会完全失效 这时 B15带人追了过来 一棒子挥下来 要将洛基重置 洛基赶紧按下遥控器 又回到了档案室里 这时 眼前的录像让他产生好奇 于是他按下播放按钮 想看看未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他就看见了父亲的死 阿斯加德迎来诸神黄昏 哥哥索尔与他重归于好 并剪去了长发 与他并肩作战 眼中不禁泛起了泪花 在洛基心中 对家人还是有感情的 这时 录像来到了终局之战 灭霸像掐小尖一样 掐着洛基的脖子 只听嘎巴以声脆响 一阵窒息感瞬间传来 没有什么比亲眼看到自己死 更恐怖的了 最后 索尔伤心的在洛基身旁哭泣 录像结束 洛基也陷入了沉思 开始狂笑 这时B15走了进来 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洛基趁机抢走钥匙 解开项圈 反手就戴在了B15的脖子上 然后使用遥控器 开始百倍奉还 玩过之后 把遥控器一扔 郁闷的坐在了地上 这时 莫比乌斯回到了答案室 洛基承认自己是一个坏人 也见识到了时间管理局的强大 就算他守执宇宙魔方 也无法逃跑 不仅对时间管理局 产生了敬畏之心 显然 看完录像的洛基 已经逐渐成长了起来 莫比乌斯一看时机到了 便提出让洛基帮他们 抓捕一名时间犯 这让洛基十分诧异 到底是什么样的时间犯 一定要自己帮忙才能抓到呢 另一边 在1858年的俄克拉荷马州 时间卫士们来到这里执行任务 发现地上有一个 不属于这个时间线的科技 同时地上还有很多石油 长官推测 应该是某个混蛋找到了时间机器 回到这里挖石油发横财来了 一般遇到这种时间犯 他们都放弃抓捕 毕竟也不是什么大事 于是准备设置时间重制器 将这里恢复原状 可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出现了一个黑衣人 对方将手里的油灯扔在地上 原来地上的石油其实是陷阱 时间位时瞬间被熊熊烈火包围 逃无可逃 最终无一生还 地上的时间重制器也被黑衣人拿走了 难道他就是那个在逃的洛基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对了 喜欢皇帝说句的 别忘了订阅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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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